下午的關心就是這陣子 接下來發生的這個學校霸凌的問題 現在這個教育部說 為了要建立一個方法的規制 今天是出國管制的 這個國中的學長到台北 大家來討論一下看是要怎麼做 因為之前有一部分的學校是 提供看是不是要把這個 五湯貼法的建設做一些習慣 不過這個教育部長 趁機是強調說 不可以讓這個教育 國中的島上去貼法的回頭路 為了要控制百人 教育部再度動員 調職超過750位國管制 國中學長到台北 整個國中學長到台北 教育部長到台北 講到要加強校風 人權變政發展關聯的教育 對到現在校風出現 要修改靈體化的聲音 因爲這讓教育行回頭路 說體育才能夠處理 那表示我們的專業不重要 不需要專業 任何人只要靠體育 這個壓制學生的偏大行為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 要堅持臨體法 堅持臨體化的政策 不能打破 教育部人員 好好以關懷 學生做出發展 只是最近百得國中的時間 讓中團出的政策老師 無論你減行政的一步 將處理百人的問題 殺到代科老師的狀況 有國中學長的政委 這種現象 比較實力觀察出現問題 代理教師可能有他的優點 可是在經驗上 可能不是那麼足 可能有他的一些盲點 那我想我不是否認 這個代理教師的一個能力 究竟要如何改革 校風等久以來的百人問題 國內都在關心 到不一定搖車 國際法庁做討論 希望盡快 提出古典方案 要提標也會提本 防止後方的百人發生 記者怎麼不都